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如此 风神宗和你们唱双簧 定然不会跑得很远吧 找到了 果然就在附近 根据法力气息 似乎一个是风神宗修士 另一个是瑜伽子弟 你们找不到他 却来怪到我们头上 我们在约定好的路线上等 却始终见不到人 自然要来找你们 你们该不会想自己吞了吧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冒充玄门天宗弟子伤了他们 到时候一定露像 我没那么傻 再说一次 那小子跑去哪里 我也奇怪 如果真如你所说 那事情恐怕发生了 超出我们预计之外的变化 你是说 有人救了他吗 那是什么 你救的那个孩子 看来便是从他们二人手中逃脱 这是 糟糕 你们要露馅了 你们 你们是一伙的 都带回去吧 天后 你把这两个孩子 带去给小青子看看 是 你们自己选 束手就擒 还是死在这里 我们 我们投降 自己说吧 本座不想搜魂 晚辈于成 于氏家族三房嫡系子孙 见过玄门之主 此次与风神宗合作 我们也是听命行事 行动的不只是我们两拨人 其他人都散步在昆仑山脉中 专门拦截准备前往沙州城 拜师 且资质较好的少年 我们还会刻意放跑一部分 资质较差的 让他们出去 败坏玄门天宗的名声 小义 把他压下去 让你的师弟们都过来一趟 小燕子在闭关 就补教他了 是 师父 于家和风神宗 各有一名原英中其修士 进入昆仑山脉中 负责主持此事 劫走的孩子 恐怕都送去了那里 宗主 此事可不能等闲适之啊 是好放心 本座心中有数 师父 弟子学着 有些不对劲 小燕 你很细心啊 天后 你现在最强烈的想法 是什么 为师是说 最强烈 最直接的想法 去寻瑜伽和风神宗 那两个原英老祖 这样 就可以一网打尽 那你说 谁去捉拿他们比较合适呢 现在事情已经明朗 我们终随便出四个 就可以委赢 弟子是想要 会一会那瑜伽老祖的 难道说 陷阱 而且推带毒 还是针对小师弟的陷阱 小师弟是主要目标 我们其他人 也都在他们算计之内 恐怕是想把我们都坑进去 本门草创 在神州浩土新崛起 引得其他势力针对 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封神宗 瑜伽 吞吞 本座需要你联系一下 你父亲 饕铁大圣 林宗主 别来无恙 饕铁大圣客气了 本座今日 其实是想请饕铁大圣 帮忙联系一个人 有意思 好 为师经常跟你们说 我玄门天宗弟子 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不能吃亏 客人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刀枪 敢主动惹我们 那就送他向黄泉去轮回 开山大典前那一战 看来还没有把某些人打疼 那这一次 就让鲜血流得更多一些 金武大圣 别来无恙 玄门之主 联系本座的意思是 时机到了 近在眼前 金武大圣做好准备吧 等时机一来 本座会准时通知你 就这么说定了 静后阁下加音 宗主 与妖族联合 若是传出去了 恐怕与本座名声不利 满座什么时候说过 要与妖族联手了 宗主 你是打算 这一战 出发点固然是收拾感于 我玄门虎须的风神宗和鱼氏家族 但若仅仅如此 那未免太无趣了 说起来 本座要感谢鱼氏家族和风神宗 平白送了我玄门天宗这样一个大好机会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史上第一祖师爷 第二季 每周五周日十点 更新一集 看玄门天宗 如何成为史上第一大宗门 来者可人 亮出宗令 在下寒诀 是一届散修 练气净九层 想要拜入玉清宗 不知可有门路 三 三陵根 点击气运 悄悄修炼千年 每周六十点 更新一集